端午節快到了全台各地都陸續有華龍舟的比賽 而台東池上香23年來都是在大坡池舉辦滑竹筏比賽 今年共吸引了47支的隊伍報名參加 池上香公所期盼利用傳統節慶和觀光結合 吸引更多人來到池上 選手們拿上滑獎,做上竹筏 這些由池上國中學生所組成的隊伍 準備要在大坡池上利用竹筏了一較高下 就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可以好好滑船 然後我想要滑船就是嘗試那個新的運動 練習當然有啊,就一次而已 然後就其他部分大部分是討論這樣 就討論什麼看誰要做哪裡啊 然後還是可能到第幾顆要滑怎樣 去年我第一啊,那個去年是混班比 我分在那個太強了,就第一了 那去年呢? 今天一定不用想直接第一 那你覺得滑竹筏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或技巧? 就是滑就對了,要是堅持住不能放掉 會有這樣的比賽是因為早年大坡池的魚蝦豐富 不少人都會乘坐竹筏來捕魚捉蝦 進而轉變成為端午滑竹筏的比賽 今年活動邁入第23屆 同時也吸引了47支隊伍報名參賽 池上香公所也希望能夠藉由傳統的特色節慶活動 吸引更多人走入池上 那整個池上香滑很大的一個租發季活動 今年邁入到第23屆 那也儼然成為是池上香四季活動 在下雨的時候的主要的一個文化活動 那今年也在整個報名對數 也不因這樣的0403的地震所影響 依然創造這樣的一個高報名人數 代表23屆下來的表現 得到全國的選手的認同跟支持 其實我們一直希望說 在不管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 來多支持地方把這樣的一個節慶跟文化 來轉為是一個觀光活動 那也可以在抗拒很多的一個天然災害造成的影響 我們至少透過活動的一個吸引力 創造地方的一個經濟跟觀光的繁榮 而活動的現場除了有滑竹法的比賽之外 為了行銷在地的農廁產品 池上香公所以及池上農會 也分別安排了銅萬種植等體驗活動 另外還設有小市集 讓到訪的民眾以及選手們 有吃有玩 還可以逛好逛滿 記者陳吉林池上香報導